学习基层档案对于学生的生涯探索并没有显著的帮助 学基层档案在不同地方有着极大的资讯落差 学生安排的自主学习时间不够让他们完成计划 学校所开出来的那些课程内 他们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科目 找不到他们所感兴趣的科目 我们在让学生了解或是接触这一块 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努力 当然这会去做一些教师的真人 去引导老师怎么去指导学生 去做到更好的自主学习 在这两张图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学习基层档案对于学生的生涯探索 并没有显著的帮助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其他 包括说其他的章节里面看到 学生都是先定定好了目标 才去因应目标科系 做相关的学习地层档案 因此我们认为学习基层档案 在这一块丧失了他们原本 希望可以让学生多元学习 多方探索的机会 总结下来我们在学习地层档案的部分 我们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个是考照制度的再思考 结合到刚刚提到的学习地层档案 都会变成变相的是为了 目标科系而去制作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重新 思考一下升学管道的部分 提高特殊选材等多元升学管道 让学习地层档案不再只是升学工具 而是可以让学生真正的在 高中三年的时间 可以透过制作学习地层档案 去满足生涯探索 最后找出一个适合自己的科系 第二个是学习地层档案下的资讯不对的 我们发现在 证文中我们不断地发现 学习地层档案在不同地方 有着极大的资讯落差 那就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未来一起来做所学的部分 因此我们希望教育部可以主动 与第一线的学生展开对话 并且让他们参与讨论的过程 找出一个最适合他们的制作手册 也找出一个可以让他们有感 可以让他们真正的有效 去制作出更好的学习地层档案的方法 第三个就是学习地层档案改革之必要 我们在证文中我们也有访问到一些大学老师 以及一些高中老师 他们都共同提及到可以引用卷宗制度的精神 让学生在这三年间可以去对于他们的 学习地层档案进行修正 同时将他们的修正所记录下来 让大学教授可以更清楚更清新地看见 学生三年之间有什么样的成长 我们去调查了学生们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大多数的学生提出的困难都是 他们想不到主题要写什么 或者是说学生安排的自主学习时间不够让他们完成计划 那以及接下来就是他们不清楚要如何去撰写计划书 那在我们的职性研究的部分有不少学生反映出来 自主学习他们排课的教师并没有办法给予他们 他们所需要的资源 也没有办法成为他们有问题时可以咨询的管道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生表示说 因为一些类似的问题导致学校在安排他们自主学习课程的时候 并未按照他们所勾选的学情去进行排课 导致他们比如说做的内容是A 但是他们排的是B 导致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没有办法去做解决 在多元选修有什么不足不满意的地方 其实还是有不少学生提及到他们选不到自己想要的课 以及有许多人提出到他们在多元选修的选课时间 他们在学校所开出来的那些课程内 他们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科目 找不到他们所感兴趣的课程 其实在学党上 其实大学招生委员会 他其实有公布一些参考原则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有一个三中二部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强调重视不重量 只是说当学党遇上了考试升大学这件事情 很多的理想可能就会有一些在现场执行上有一些变动 那这块我们当然也会持续的去跟高中端去宣导 就是在准备备审资料这些东西要去做哪些的营营 那其实大学端他们在做学党的 因为他已经进入考招了 所以他们也会在他们各科系去公布他 到时候会产彩准备的重点 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也会再去思考 刚才有提到卷宗评量的一个可行性 只是说卷宗评量又遇到考招的时候 他会不会又变成丁内的准备竞赛 我们也是担心 所以这一块可能又是需要再去做一些讨论 那另外里面有提到考招的有一些学党的支持 像是我们高教师有做了一个做火学学党 那跟这个提高课程学习成果的建议手册 这一块其实都是做一些引导 当然可能现场上会觉得说 可能我们在让学生了解或是接触这一块 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努力 当然这一块我们大概会持续来做一些加强 那自主学习的部分 从报告中看出来大家其实都很肯定说 他是鼓励大家做一个中正学习者 这个概念大家是认同的 其实在实施引导上 可能学校现场还是要去强化 就是学生对自主学习资源的应用 还有他的 怎么去运用这个能力 跟去让试读说自主学习的资源有哪些 那谷教署其实也有公布了自主学习的实施规范 那后续我们有一些计划 像是均职化 那学群科中心都会去做一些教师的真人 去引导老师 怎么去指导学生去做到更好的自主学习 这一块我们会持续的做努力 除了母于长安 牌 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